美俄两个超级大国之所以在长时间内都没有爆发正面战争,就是因为这两个超级大国手上都握住相当分量的核威慑底牌。 然而,就在最近,美俄之间的核威慑平衡真的出现了被打破的痕迹,而打破了这个核威慑平衡局面的国家,居然不是军事实力占据了优势的美国。 而是俄罗斯。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,当地时间6月4日,俄罗斯国防部资讯和大众传播司再度公开了一个堪称重磅的讯息。 俄空天津防空反导部队于近期在哈萨克萨雷沙甘3ray Shogun,把场完成了新一轮的新型反导系统拦截弹发射测试。 俄罗斯的S400防空反导系统,已经是公认的世界最强。 土耳其甚至不惜得罪美国也想得到S400防空系统。 而俄罗斯却在此时公开自己成功测试新型反导导弹的讯息,显然就是要在S400防空系统的巅峰之上再造巅峰。 彻底碾压美国的防空系统和空中打击力量。 值得注意的是,俄罗斯并没有公开这次进行测试的反导系统的型号。 仅仅是提到一句接受测试的反导系统,已经在俄军内部开始服役。 据俄罗斯军事专家阿列克谢邦达列夫分析,俄军现已大批列装S400防空系统,根本没有故意隐瞒的必要。 他认为,此次进行试射的反导系统,可能正是俄军传说中的四世代反导系统F500防空系统。 而在此前,时任俄空天军司令的瓦列里伊万诺夫中将,早在2011年,就向媒体透露,俄军将在2015年后,小批量试装金刚石安太设计局的F500防空系统。 就时间来看,此次进行试射的,是F500防空系统的可能性相当高。 当然,除了F500外,邦达列夫还表示,此次进行试射的也有可能是改进版的F400防空系统,并有可能更换了比48N6DM型拦截弹,更先进的新型拦截弹。 拦截效率将更上一层楼。 早在去年,普京曾经下令俄罗斯,应尽快拥有高超音速武器防御能力,加速研发新型反导系统。 看来如今俄军的进展不错。 现在,美国可就相当不爽了。 原因倒是简单的很因为美国的弹道导弹太落后了。 众所周知,比起俄罗斯大笔杂浅研发新型弹道导弹, 抠门的美国人选择把先进弹昂贵的和平保卫者弹道导弹悉数拆除。 留下的仅有研发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,现已严重落后的民兵三弹道导弹。 而这些只能靠不断升级来苟延残喘的老旧弹道导弹, 竟然就是美国陆基和威慑力量的核心。 理所当然的。 这些老旧的弹道导弹,自然是难以突破俄军越来越先进的防空反导体系编织起的防空网路。 而当美国的陆基弹道导弹,无法突破俄军防空网时, 美俄之间的核威慑平衡,自然也出现了裂痕。 当然,出现裂痕并不代表美俄之间的核平衡,会被彻底打破。 毕竟美国强大的常规军事实力在那摆住。 可如果美国联合威慑能力都不再重视, 它又能仅凭强大的常规军事实力, 在世界上腥风作浪到几时呢?